它就像是一个潘多拉的盒子 这个简易的人道子宫技术 也已经造成了社会伦理的改变 也可能会进一步的扩大贫富差距 自然生育被认为是粗鲁的 不道德的 被禁止的 欢迎来到灰气包 一起探索人类的奥秘巴 最近代孕这个话题再次推掉了聚光灯下 其实借父生子古已有之 《圣经创世纪》里就有妻子无法怀孕 而让妻女替自己生孩子的故事 随着科技和社会的发展以及需求的增多 代孕已经膨胀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现象 2012年 全球代孕行业规模已达60亿美元 总结下来看 人们会选择代孕的几大原因 主要就是不孕不育 这里包括了像是不孕不育的两性情侣 或者同性情侣 再或者是单身的男子 或者是女性不愿意去承受怀孕的痛苦或者代价 再或者因为女性身体虚弱等等一些原因 而解决这些问题的手段 当然不止代孕一种 有一种更厉害的也能全部解决 那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人造子宫了 说到人造子宫 不知道你会怎么想呢 其实呢 人造子宫就是指不在女性的子宫里 而是在体外发育胚胎 而且它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遥不可及 其实啊 人造子宫已经被广泛运用于我们的身边 啊真的假的 它被引用在哪里啊 我怎么好像没见过 这就要从早产而说起了 我们知道早产对婴儿来说十分危险 妈妈在怀孕期间如果身体虚弱 营养不良 运动不当 甚至是情绪不稳 都有可能会造成早产 而在目前 医学技术不断发展的当今 人们对于胎儿先天性疾病的预防也越来越先进 但是人们可能往往忽略了早产的危险 根据国家卫健委2018年的统计 早产已经成为我国新生儿排名第一的死亡原因 而在怀孕22周之前出生的婴儿几乎没有生存下来的可能 而在23周及以后出生的婴儿 经过抢救则有一定的几率存活 现在医院的普遍做法呢 是把婴儿放在环境受到严格控制的保育箱里 并且和妈妈的肚子里一样 通过插管 为婴儿提供养气和营养 让他在保育箱里继续健康发育 直至可以脱离这个系统独立的存活 我感觉很有前景啊 再研究研究 这个技术就可以替代子宫 就可以为胚胎发育的全过程来提供一切东西了 然后再研究研究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进入黑客帝国的世界了 我们的身体就被盛放在一个充满营养液的器皿里头 然后全身就插满各种的管子 来连通母体的各种信号 然后我们的意识就生活在虚拟的幻象之中 估计这帮科学家们在研究这个保育箱的时候 也没想太多 只想着怎么能救下早产儿 但科学发展的恐怖之处就在于 它就像是一个潘多拉的盒子 一旦攻破了这项技术 再生化一步 未来人类体外发育 可能也将成为可能 所以这个保育箱 这样看来 其实就是一个人造子宫的雏形 而其实呢 就这个简易的人造子宫技术 也已经造成了社会伦理的改变 主要涉及到的议题 就是堕胎的合法实现 现在大部分社会都普遍承认 在胎儿还不能定义 为拥有人权时的堕胎是合法的 但是到底怀孕多久 胎儿才被判作有保持自己生命的权利呢 而这个问题其实一直争议不断 目前美国法院的裁定标准 是在这个时间点 胎儿脱离母体后 已经有了独立存活的可能 也就是说 如果你堕胎的时候 这个宝宝其实被拿出来时 已经有可能存活了 已经不是必死了 就认为它已经有了生命权 你这时候堕胎就属于非法了 在1973年的罗宋伟德案中 法官判定的这一时间是怀孕28周 而目前上面提到的简易人造子宫技术的发展 也把这个时间大大提前 所以今天的限制可能会是在20到21周左右 仔细想想这个改动也确实是有道理啊 当然这个简易的系统也存在着不少的缺陷 经过这个系统活下来的早产儿呢 也往往终生患有后遗症 所以它离真正理想的人造子宫 还是相差甚远啊 所以呢 人造子宫真的是一个很难造的东西了 其中一个最大的难点 就在于胎盘 看过我们之前视频的小伙伴们都知道 胎盘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 它通过一种绒毛结构 来深深的扎入母亲的子宫内膜 从而连通血管 以获取氧气营养 以及各种激素等物质的交换 总之就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结构了 其中母体和胎儿 在微妙的竞争中不停的调节 保持微妙的动态平衡 这对于人造子宫来说 就是太难模仿的一个点了 目前呢 还没有找到一个完美的可以让胎盘着床的结构 而如果直接取代胎盘 直接跟宝宝的期待连接 也会造成各种各样的问题 首先 它很难模仿妈妈会传给宝宝的无比复杂的物质们 包括各种激素啊 抗体啊等等 而就是简单的输氧 也十分困难 输氧太少呢 胎儿肯定会发育不好 而输氧太多 也可能会伤害到胎儿上面成熟的肺 所以是一个很难确定的量了 哦这块我好像懂了 所以说这种人造的子宫 还是太过于机械化 比较难真实的时刻反映宝宝的需求 缺乏一种比较灵活的有机的调控方式 所以跟天然的胎盘也没法比啊 是啊 这也是现在的一个难点了 但是随着技术的进步 相信制造出比人体更有效的人造子宫 应该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而在2017年 一个鲜活可爱的小绵羊就被成功培育出来了呢 相信我们人类也不会太远了哦 而人造子宫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这件事可以说是见仁见智了 赞同的人们认为 它不仅可以为那些不幸的早产儿提供生存的希望 也可以为胎儿的生长提供比母体更稳定更完美的生长环境 这里不仅具有适当的激素和营养平衡 也将避免一切潜在的危险和伤害 比如母亲生病用药而影响胎儿的健康啊 或者患了HIV的母亲 可能会将病毒传给胎儿啊之类的 除此之外呢 当然它也可以帮助不孕不育的患者 可以使那些由于生理等原因 而不育的家庭重新获得生育孩子的可能 但是当然 它带来的风险和争议就更多了 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雏形版人造子宫 都已经引发了社会上伦理的变动了 那如果人造子宫大范围的应用 它的后果也可能无法设想了 比如如果不再需要在女性体内进行妊娠 那么孕育的意义是否也将永远的改变呢 而女性的劳动力 自由度 职业规划等等一系列为孩子所做出的让步 是否也都将得以解放呢 但是在这样的条件下 性别还具有意义吗 男性还是男性吗 女性还是女性吗 我觉得在这样的背景下 性别可能确实不能具有现在我们知道的意义了 在那样社会的人们可能感觉就和没有性别差不多吧 我觉得这个我们根本就想象不到 是啊 而这对我们全人类的社会结构又意味着什么呢 同时 它对传统的家庭伦理观念 也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在生育仿佛流水线的背景下 孩子都不是自己生育的 那父母还会是父母吗 亲子的纽带一定会和现在也完全不同 我们可能也是无法想象的 甚至可能孩子的父母是谁都已经不重要了呢 这里我想到了贺旭黎的著名小说 《美丽新世界》 里面就描述了 在一个先进的未来世界里 它的物质生活就非常的丰富 然后科学技术也高度发达 人们呢都是由一个统一的人造子宫部门生产出来的 从胚胎起 他们就分为了五个阶层 从事不同的社会分工 各个分工之间井然有序 都过着自己的完美生活 反而自然生育被认为是粗鲁的 不道德的 而且还是被禁止的 在这个世界里 人的一切欲望都会马上得到满足 生下来就是为了享受 人们每天都纵情在肉欲的狂欢中 但是人与人之间也不会建立真实的情感 甚至连维持一个单一的长久的性伴侣 也被认为是不道德的 在这种情况下 就更不会有家庭 我感觉就是 如果人可以像机器一样这样的批量的生产出来 可能人性也会变 会变得更像机械一样理性冷酷吧 反正感觉就是失去了我们现在的社会性 和我们现在的一些感情 当然社会结构也会变 可能会变得像一群机器的拼装 而不像我们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家庭的这种绑定的 哇 我觉得贺希黎的这个美利新世界 神语言的感觉 他说的自然生育 被认为是粗鲁的 不道德的 很对啊 就是很粗鲁啊 是啊 你从他这个角度看肯定粗鲁 维持一个单一的侵犯举 也被认为是不道德的 你这个让我想到之前看的一个研究 就是说 其实在监狱里那些罪犯 有一些可能他们的人情味 比现在受高等教育的那些学者什么的 要更浓一些 因为他们就是有情绪 他们就会去发泄 不管是angry的情绪 还是开心的情绪 所以可能也会导致他们进监狱了 但是现在你像 什么事情会让你很疤狂 然后你还要去告诉自己 我要文明 我要克制 其实是有一点压抑你的人性 对 就是情绪的宣泄 被认为是粗鲁的 反正所有就是跟动物性有关的 都被认为是粗鲁的 人就活得越来越像机械 因为这个小说有提到 就他们所有人会一直吃一个 就是让你很开心 稳定情绪的药 然后就是他们感觉有一点生气 有一点不高兴 就会吃那个药 然后马上就情绪就很稳 然后又能很淡定 然后又很高兴了 我觉得这个就跟你刚刚说的那个很像 就是压抑一切的动物性 就把所有认为粗鲁的东西都摒弃掉了 这样想来感觉有意思 可悲 OK 我们回到正题 而且啊 这个人造子宫 也可能会进一步的扩大贫富差距 富裕的准父母呢 可能会选择支付人造子宫的费用 而较贫穷的家庭 可能还是会保持传统的生育方式 依靠自己的身体来生育孩子 而通过人造子宫生育出来的孩子们 他们今后的成长 也可能会面临歧视 而我们又该如何防止这种歧视 确保个人的起源故事 不会受到公众的好奇 或者是负面的嘲笑呢 荷兰的生物法学家罗曼尼斯 就构想了这样的一个图景 这使得我们正生活在一个 人造子宫成为主流的世界 大多数妇女选择怀孕早期 就将胚胎转移到人造子宫中 一段时间后 保险公司也改变了想法 他们认为 女性的足月妊娠和分娩 才是不必要的冒险行为 并且停止为他们承宝 而此时 自然怀孕已成为贫穷妇女的粗鄙选择 因为那些富足优雅的妇女 会选择人造子宫去培育孩子 与机器环境相比 自然怀孕妇女的任何行为 都有可能引起社会的骂声 为什么在怀孕期间喝咖啡 为什么要喝一杯红酒 如果你自己做不完美 为什么还不赶紧去考虑做人造子宫呢 悲哀的是 即使他们愿意 他们也负担不起